大家好,我是中華物業東京分行的租總 我很辛苦才和我老闆華記爭取到可以在這裏和大家討論 跟大家介紹一下日本房地產的開放 和推介一些上判給大家 如果大家是支持我老闆華記 而同時又對投資日本和日本的生活文化有興趣的話 就千萬不要錯過這個機會 到時見,拜拜 大家好,今天就即場做一個節目 很多人不想上鏡,因為怕被黃絲打 你知道現在香港黃絲港獨比阿爾蓋達恐怖分子更厲害 所以我們這裏有一群人都不想上鏡 因為不想被人打 舉手給你看看,好嗎? 待會就說我們沒有人在自己說話 我們這兩邊是鐵漢來的 就不怕 不怕你打,是你上不來上海打他們 你們在上海 所以今天我們要講一下 有一些在加拿大的朋友 有些香港的朋友,有些上海的朋友 首先我要說一件事 我從來都沒有覺得今天的意義是這麼大的 因為這個加拿大的朋友告訴我 他在加拿大生活 所有的報紙、傳媒、電視 說英文都是傾向蘋果日報的主張 即是香港警暴 示威者無辜 手無寸鐵 這位女士可以說一下 用廣東話 可不可以說一下加拿大 你可以不要說自己的名字 在加拿大就是每一個地方 每一個所有的群人都是香港的暴動群子 每一個都是香港警察 是黑警人 所以真正我們平衡法庭 加拿大發生一模一樣的一些破壞 那你加拿大警察是怎樣的 沒有可能發生一樣 加拿大警察會怎樣 加拿大警察已經晨早已破了槍 就是我們不要說是根本 只要我們是有一點犯規 或者是車的違例的話 即時可以走上來 手已經放在那窗上 是無得你說的 如果像香港那樣 香港的那份 7月1號 不要說到現在 現在就直接是 汽油彈、天橋 整個大鐵 公治大鐵 自從天橋頂摔下來 那些車正在走的 吐露港2號橋 紅磡海底隧道的那條理工橋 那些車正在走平平平 距離這三個鐵路 好,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是12月4號 對 我們在上海 這裡是什麼地方? 古東 新國際俄覽中心 我們今天做個節目 突然來 為什麼 因為有一個朋友在上海來 我普通話不好 我聽到說他是YouTuber 然後我就想用他的手機來拍照片 然後原來我搞錯 你是關注YouTuber 對,我只是看 OK 我現在 李先生呢 我想訪問一下 因為他是大陸的上海人 然後我們呢 香港發生這種 暴漠包東的事情 我想知道 李先生 你作為一個中國人 作為一個上海人 作為我們的同胞 你怎麼看待我們香港的事情 你好 非常榮幸 能來到華記的頻道 其實今天也非常巧 我們正好在邊上也有一個展 然後呢 其實我一直 本來不認識華記的 但是因為經常會上YouTube 然後呢 發覺在香港發生了這麼大的一個事情 那麼呢 經常在follow一些 一些channel 然後就看到了華記的一些視頻 那麼呢 首先其實我們大陸人呢 本身也是比較喜歡往香港去跑的 那麼最近這半年來 香港會變成這個樣子 其實我們是很痛心的 因為其實我們 說白了 我們都是中國人 都是同胞 香港是我們 一個城市 我們其實是兄弟 對對對 其實 其實我們就看到香港 因為我以前經常也跑香港 我覺得那是個很好的一個地方 很自由 然後你可以說你想說的話 但是呢 突然感覺這幾個月在follow 這個一些channel的時候 就覺得啊 這個 因為現在香港搞成這個樣子 我本來還想 最近前一天就是想過去了 那現在感覺還是 盡量去避免一些麻煩 就不要過去了 其實你 你作為一個生活在上海的 你知道從6月9號到現在已經半年了 從6月份到現在 你知道它是怎麼變化 你知道嗎 清楚嗎 我大概有一個了解 一開始是一些比較和平的遊行 來表達他們有一些不同意這個政策的地方 那麼呢 但是漸漸到了最後就感覺是有一點味道變了 那麼看到街上有很多的危害其他人 打人 或者是阻礙公共秩序的一些行為發生 我們看了很心痛 你看到變到什麼地步啊 從以前的一個在台灣殺了人的一個香港人 然後到現在你知道香港 他們現在要什麼你知道嗎 這個我大概有一點了解 但是具體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沒有很follow了 我只是知道那邊現在是沒有秩序很差 沒有安全走在路上也不是 可能你會被別人不同意的人會有一些意見 就是這樣 我講白一點 他們呢 就是 現在從討反條例啊 到現在 他根本想把香港獨立 但是也沒有這個可能啊 然後他們現在為什麼破壞呢 他們破壞呢 他的目的就是想用破壞這個東西 要把他們的五代訴求拿回來 就是他曾暴動過的事情 他想完全沒事情 他就用暴力 如果你不給我 我這每天都打 我打到你給我那天 懂嗎 其實呢這個 其實用暴力是不對的 其實是用暴力是不對的 你可以通過和平的方式 不損害他人 你不要去打人了 你不要說 你現在這些事情我講了半年了 你看到這個最新的什麼東西你知道嗎 這個是 昨天 陸黑蘭 有四個 專門是做一些 飯店國家 飯國 那些人 船都來到香港 他們來到香港 你在幹什麼 他就叫我們的香港年輕人 怎麼樣退款我們的中國 他來幹什麼 他來旅遊嗎 這是這些 這四個人呢 就是烏克蘭的恐怖分子來的 烏克蘭的恐怖分子來香港 你以為來旅遊嗎 就是 我要長白一點 我普通話不好 我怕他們說不好 所以我告訴你 李先生 現在香港呢 現在香港呢 有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我們一個香港人 他把自己的女朋友 跟自己的孩子殺掉以後 然後在香港今天 他是沒有罪的 你知道嗎 他現在今天已經 他那個人叫陳同街 他今天可以跟你一起去礦街 懂不懂 陳同街 今天跟下一香港 可以跟你一起去礦街 因為他現在香港已經自由了 為什麼他自由 就是反對他一些年輕人 令到他可以自由了 其實這個事情我也有一點知道 那麼香港呢 因為他的法律的限制 所以沒有辦法去審理這個逃犯 那麼呢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這個本身是一個悲劇 本身是一個悲劇 所以大家就不要再用這個事情 來做文章了 因為他不管是他殺了的 女孩子的那一家 包括他自己家 其實這兩個家庭都毀掉了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悲劇 所以我覺得就是大家可以就是 他們沒有偽調啊 陳同街這個山 他現在是做有英雄啊 有一些王師的女生 就看陳同街很搞笑啊 陳同街這個是英雄啊 你知道陳同街為什麼在英雄啊 因為陳同街有反送中 然後他們出來破壞 有400個人就是王師 他做了我們香港的區域權議員 他們4年可以賺了香港政府 20個億港幣 然後他們用這20個億來反香港政府 就是來自陳同街的 所以他們為什麼崇拜陳同街就是怎樣 這個我們其實作為一個內地的人來看的話 其實覺得兩個制度都有自己的缺點 都有自己的缺點 但是如果說很複雜 但是因為這次的選舉我也有看一些channel 我也看了一下 那其實說白了如果說這是香港這一部分人的選擇的話 那麼最後他要來承擔這後面幾年的 不是一部分的 他是160萬的 160萬的 不是他們承擔的 是傳香港740萬的人跟他們一起承擔 他這個叫一起死啊 他們說這個叫南朝啊 不是怎麼說 有聽說有聽說 就是一起死啊 他們就是怎樣講 但是所以我也是想講就是如果說香港人民接受了這個制度 那麼他這個選舉也是正規選出來的 所有的人要一起承擔 那麼可能過到下一個選舉 他們會覺得這幾年內發生了一些事情 可能跟他們想的不一樣 可能是不是會有另一種更好的方式 李先生他們做的事情 要我們500多個人做白老鼠 要解4年沒飯吃沒工作 然後就是因為我們要做白老鼠 就是要陪他做白老鼠嘛 其實這個確實我們一直就覺得很心控啊 因為其實香港回歸以來 祖國雖然說 我們不是很會宣傳自己 但實實在在也是幫 其實也不只是香港 澳門啊 深圳啊 我們這一圈都是國家是 投了很大的精力下去 那麼其實現在看看澳門是非常 澳門是非常 深圳也起來了 那我們也希望香港能夠借著祖國的這個趨勢啊 能一起起來 但是當然在這個過程中啊 可能香港的人對兩個制度 可能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那麼其實我們國家因為以前都是一直被列強侵略 一百多年以前 其實都很沒有尊嚴 那麼現在好不容易幾十年的發展起來了 那我們希望香港人也能看到我們 大陸人在努力 我們其實知道我們自己也有很多的問題 但是其實這個都是一步一步一步要走的 我可以用廣東話這樣點閱嗎 我可以 那些朋友呢 這位李先生呢 他就很包容 他就很包容 什麼叫包容呢 你那些反骨仔呢 做完那些事情 傷天害你 我們國內的同胞呢 都用這麼包容的口吻 就跟你說 我們過去那百多年被列強侵略 過得很不容易 一步一步走過來 你們這群年輕人 完全沒有經歷過 一睡醒呢 就拿錢吃飯 一睡醒就伸手 和媽媽拿東西 完全都沒有熬過 國內的朋友 是這麼包容你們的 我聽到都很心痛 作為香港人很醜 喂 作為香港人真的很醜 我們內地的同胞 都可以總是這麼包容 跟你說話 唉 我真的 就是我跟他們說 我們過來的同胞 也那麼包容他們 但是他們呢 怎麼對待我們過來的同胞 他看到你這樣普通話 就要打 你知道嗎 他看到你這樣普通話 就要打 你怕不怕 他肯定要怕 但是我們還是 其實我們認為 大部分的香港人 還是認同 因為大家畢竟 雪濃於水 香港和大陸其實是一起的 所以說我們 所以我們很歡迎 滑稽來到大陸來發展 然後也歡迎更多的 香港人到大陸來看一看 其實這十幾年 二十幾年大陸發展的 已經跟以前不一樣了 然後我們所有的大陸人 都很努力 在想往上 把這個國家推上去 所以說即使說你現在在香港 覺得看大陸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這個路是人走出來的 就是說你要有自己的思考能力 首先你看你是什麼根 你是不是中國人 如果是你認同自己是中國人 那你想把這個國家給做好 那你就要自己努力 所以說我們很歡迎 越來越多的香港和大陸來發展 其實現在大陸機會很多 謝謝你 剛才講得好 如果姐幫年輕人 他認自己是中國人 還可以救 但這些年輕人 他不認自己是中國人的話 他就是我們敵人了 你知道嗎 如果他不連自己是中國人的話 我還敢你是自己人嗎 如果你連自己 我不是中國人 我是拿一個美國旗 拿一個英國旗 你還改什麼 其實這些 其實我們是老百姓嘛 有很多問題 我們只能盡我們自己的所能 我們自己的能力範圍內 比如像華記 他可以說一些 在他的角度提一些看法 那其實如果有更大的問題 涉及到國家安全的東西 那這些我覺得 我們國家其實一直都在關注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要對自己的國家有信心 我聽到你這句話呢 終點就是 對國家有信心 對 我現在的感覺就是一句話 神仙打架 就讓子彈飛吧 懂我的意思嗎 OK 神仙打架 就讓子彈飛吧 我們今天12月4號下午的節目 多感謝你 謝謝謝謝謝謝 我本來還沒想到今天要講什麼 剛好你就衝過來 我們就做了一個 因為我在外 我是你的subscriber 謝謝 然後很歡迎你來中國 謝謝謝謝 然後反正我們大陸人民歡迎 謝謝 還有剛剛有一些朋友 專門從香港坐飛機過來的 剛剛有一些人在香港 專門坐飛機來找我 因為我不能說行蹤 又不能說哪裏聚會 只是說做公開招商 剪銷才可以這樣溝通 那些人專門坐飛機來 我都真的很不好意思 大陸 這裏很冷 很冷啊 好冷啊 香蟹 好 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我可以幫出去公開嗎 應該沒問題 應該沒問題 謝謝謝謝 立即上片 拜拜 日本追尋二十一世紀悠閒快樂 體驗全亞洲最宜居城市 無論是投資、創業、日業、留學、旅居 都可以感受到高品質生活 究竟發自歡迎大家來日本 一起去尋找快樂時光 世界流行地球村 究竟哪裡是最適合中國人的移居城市 當然是日本了 趕來東京大阪享受高品質生活 無論是智業還是創業 我陽官都可以幫到您 微信查詢A66831882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